记者王善彦嘉义报道,桃山人文馆等公民团体,今天下午2点28分在因228受难的潘木之医师向神医院就此举办公益人权典范潘木之医师追思活动,潘已移居日本的四子凡,潘因人妻子潘信信接出席,感谢嘉义相亲对父亲的怀念。 潘信信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时很激动,希望政府落实之行,不要只改名字,做表面功夫,令父亲以前看诊的向神医院已没使用,他们家人无能力维护,期盼有各界人士承接,再利用打造人权纪念馆。 嘉义士228纪念文教基金会前董事长程景黄说,他也从潘医师身上学到很多,希望他牺牲奉献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前立委蔡启方说,潘木之医师地方闲人,台湾的代表性人物,是否应保存向神医院再利用成立卫博物馆。 嘉市长图醒哲说,潘木之医师是家艺人的表率,而立法院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来还原历史真相跟人民权益复归,给已故后在世的受难者司法平复,撤销罪情的机会。 潘因人缅怀父亲时说,记得小时候父亲看完诊,还会骑机车到患者家,确认是否病情好转。 此外为了他民众有急诊,医院都开到半夜12点才关门,对孩子教育也不曾打骂。